我今次的簽證就是這個 究竟移民來韓國好不好 大家問我推不推薦來韓國移民的話 其實我...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超級多工作 我們已經踏入二月了 沒錯 神經病 時間過得超快 我自己習慣就喜歡把東西堆在月頭做 可能有些人就喜歡放月尾 這個個人習慣 月頭我也是要交卡數 交租 然後呢 還要出來 然後呢 要拍一個業配 做一個公益活動 那是需要唱歌的 所以待會要練一首歌 待會我經理人會過來開會 我要跟彤彤拍片 我們是要煮東西吃的 所以待會可能就會買一買菜 可以的話 我也想再拍一條片 但是看看時間 去不去何先 我經常看到很多留言都說 為什麼我好像一天裡面有48小時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很喜歡把很多東西迫在同一天 我記得很多人有問我用什麼牌子 這個我是在Coupon上面賣的 這個是38mm 不然之間超想吃Pancake 幸好我家長年都會有麵粉 牛油 吃蛋 這次買這批蛋都超巨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這個牛奶 我吃Pancake的時候很喜歡 可以做這麼小小塊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放Pancake powder 我真的不怕去補正 我真的會不記得 究竟是不是真的差了Pancake powder的關係 我能吃Pancake 在剛剛說是 我吃Pancake 我今天完美 為什麼 要吃Pancake 我愛吃Pancake 超可愛的 真的很喜歡將這些正常的做成迷你Size 因為我沒有糖漿 我就用蜜糖去代替 超可愛 現在換了衣服 準備拍 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牌 有香氛 Body Lotion 洗澡液 好像是布料的Spray 韓文是看不清楚 但我只喜歡這個味 這個我是放廁所的 它是蘋果 然後草青 大自然 加水果的味道 這種味道真的我超喜歡 這個雖然還沒溶完 但現在已經沒什麼味道了 所以要感覺一個新的 好 然後上一個Vlog 我開箱了很多個燈 然後 有一眼燈 放在這裡 那本身那個巨燈 我就放了 我才知道 因為我買燈 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裡面的房間不夠光 我順便 都大撿了一次 所以現在會是 完全自然不同 但完成度是90% 因為本身我訂了一個櫃 但下單的時候 我沒看清楚 原來它要等三個星期 就是一個新年之後才能收到它 但我覺得現在 都收拾得很整潔 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大家 先到為快 GO 但本身電腦桌 就是放這個位置 其實有時候我聽 我會開這個櫃 一開這個櫃就會看到 很亂糟糟的櫃 我覺得不是很好 所以 就決定 轉一轉個位置 我現在是增加了很多顏色和田園風 本身很白色 因為我怕人說 我覺得好像醫院 然後我給他說完 我覺得有點像 所以我就 加了很多這些顏色 這個就是上個VLOG 新買回來的椅 超漂亮的 這個椅子 完全被我買錯了 牆上就貼了這些 貼紙畫 這樣 這一邊其實是 暫時存放 因為本身 我買了一個櫃 差不多高 我就想要放這個位置 但so far這樣看也不錯 我覺得 這兩個木架 也是特意買回來的 然後這張椅子拿了進來 本身是犯聽錯的 沙發我就調轉了 本身這個放外面 我放了進來 這兩張postcard 是我的朋友給我 我覺得心情很好 所以特意貼在這裡 不過照鏡的時候 可以轉換心情 那本身的鏡子 就是放在衣無間 但由衣無間 放鏡子的時候 就是太窄的關係 它這裡是600mm 可以看到的隙間 其實是400mm 所以 其實有200mm 它浪費了 我覺得這塊鏡子 無謂放在那裡 所以我就特意抽出來 令整個 空間感覺大一點 不知道拍片的時候 經常需要照鏡 我覺得這塊鏡子是方便的 然後這一邊 其實基本上都是暫時存放的 這一堆相機 還有下面這一堆 都是一些工具 其實我是想放在櫃子上 但是因為櫃子未來 所以就暫時放 接下來就是我的工作腿位置 對我來說 真的超級整齊 這些就是公司任 公司過數時候用到的那部機 然後是HANGCREAM 潤唇膏 然後貼一些令人心情愉悅的貼紙 這邊就是SD卡電池 少許雜物 然後我特意買了一個 這些盒過來 整理我超嫩的電線 整理這樣收起來 整個環境都不一樣 要整齊的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 遮 其實這四個櫃子 無論放在哪個位置都是奇怪的 所以就寧願一進門口 這樣 又可以遮住了 這裡 中間 超嫩的電線 我覺得燈光 是非常OK 我現在轉了360度 光是足夠的 現在的房間 才配合我本身的廳房 和廚房的感覺 好 現在呢 就要來 認真的工作一下 好 首先 出糧 除了出給員工之外 還要出給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員工 今年2021年 是我第一次出給自己 因為 一月份的錢 我就是二月頭出 2021 最低工資 182萬2450 這個就是我要出給自己的錢 即12000左右 好 那為什麼我會出最低工資給自己呢 因為 韓國的個人所得稅 那個% 它有分不同的level 韓國是用年薪去計 年薪1200萬至4600萬就是15% 4600萬至8800萬就是24% 8800萬至1億5千萬就是35% 那 越高的稅率就越高 當然我沒有稅率出那麼高 還有 因為 我在開公司 很多的支出其實是公司錢才對的 而且個人來說 我不是特別多花費 所以我的收入越低就越好 那你就可以減低去交一些 不必要的稅 因為其實韓國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稅要交 都不太知道什麼稅打什麼稅 總之 偶爾他就會發張紙來叫你交錢 八對位 剛剛我問了會計 原來老闆們給自己的人工 是不需要有最低工資的 就是想出多少就出多少 所以我不用 上調我的人工 扣了稅之後就是1636200 即是港幣一萬元左右 方便這個 然後就可以進去 然後可以預約 我現在公司得到三千多萬 即是港幣只剩二十多萬 怎麼辦 根本這裡可以即時過數 或者預約過數 大公司通常就會是預約過數 但我就即時了 好 這一年辛苦你了 有肯感謝十二月 非常趕忙的幫我剪影片 今個月會開始加薪水 過年紅包也一起及了 希望未來一年 我們也可以一起成長 做出一些更好的作品 一起加油 星期四呢 有兩個方向 但其實呢 suppose 今晚跟幾年人開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討論到 近來的一個大新聞 就是香港人可以申請BNO簽證 移民去英國 我們都有討論到移民韓國的東西 一直以來都有 不少個朋友都有問我 究竟移民去韓國好不好 或者是我過了來住之後 有沒有什麼 推薦或者不推薦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移民來韓國的話 可以先了解一下 有什麼條件 其實這個呢 我之前兩三年前都拍過影片 但我現在再重新跟大家說一次 那簽證是會有五種 第一種就是投資簽D8 就是要準備一億等值的韓幣去 在韓國開一間法人公司 然後你就會立即有D8簽證 然後五年之後你滿足了某些條件 你就可以申請FI簽證 是永住簽 那有很多人都問我 究竟是用什麼簽證來韓國的 我今次這個簽證呢 就是這個投資簽D8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我在這裡開公司 然後要出來給自己 那就是因為我在這裡開了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就要做這些步驟 第二個就是不動產投資移民 你拿5億出來 在韓國指定9個地區買樓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F2居住簽 五年之後你就可以得到永居權 第三個其實跟買樓很少似的 都是同樣需要5億 你就可以放銀行 五年內你不可以移動這筆錢 五年之後你就會得到永居權 但是如果55歲以上的退休人士 其實是可以用3億來有一個優勢的 但是你把3億投資了在韓國 之餘你的銀行其實還需要另外一個3億 證明有一個資產 但好處就是你的配偶 美婚子女 是全部人都可以拿到韓國的綠卡 重點是其實你是不必要一定有移民監的 你是不需要長期留在韓國 你只要有一天留在韓國就可以了 第四種就是E7工作簽 也是算是最多人拿的Visa 就是全部過來找到工作 就是E7 E7也可以有一個計分制的東西 你夠一個分數就可以申請F2居住簽 又是考試計分 然後你有機會的話也可以拿到永居住簽 而第五個就是結婚移民 就是算不算是最容易拿的簽證 只要你找到你的靈魂伴侶 但這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你說在韓國住有什麼好處呢? 即是如果你說很基本的 譬如是醫療 只要你有一個合法的Visa 其實你的福利跟韓國人是一模一樣的 譬如我現在 我是有韓國人的4立保險 所以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也是跟韓國人一樣價錢 政府給什麼福利的時候 一樣可以享有 除了就是不可以投票 因為投票就是國民才可以 安全 其實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人說 韓國很安全 我也都很經常地 在cafe 即是外面一些公眾的場合 我可能經常都會放下電話 或者放下電腦 放下手袋 我就會離牆去廁所 或者走來走去這樣 我媽媽都非常看不慣了 而且在韓國的時候 我們是會不知不覺比較放鬆了 會容許自己做這件事 將那個警覺性放下了 因為韓國的CCTV真的超爆多 韓國的CCTV是全球的安裝率最高 但也不是說100%放心 但是比較上起來 我覺得很安全的 然後上網速度 快到我真的想哭不出來 當然看回敷民公司 或者是你棟樓建築物 裡面鋪的線是怎樣 我之前就試過 剛好我那棟建築物 是不match 某一間敷民公司 就超慢 但我現在是用KT KT是全韓國最快 也是最多人用的敷民公司 所以大家 如果之後有需要的話 我是推介KT 但是KT有個不好處 就是它上不了蘋果桶 它有一些網是會blog了 然後速遞配送 是真的 我應該在我的影片裡 賺過無數這麼多次 也都實測過 是真的 很快就會送到你 譬如我早上7點下單 我可能下午3-4點 快的話 是會收到貨的 當然要看回它自己的系統 但是 基本上你今天下單 你明天是可以收到貨 非常棒啊 然後我送外賣 現在快的話 30分鐘20分鐘 我都試過 在繁忙時間 是可以收到外賣的 所以 去不去韓國移民好呢 我自己 就覺得 比起一家人的話 我覺得韓國 是比較適合一個人來的 如果你要一家人的話 我覺得 英國可能會適合 你可能要顧及 爹地媽媽 子女 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 一家人要煩的是多了 最大的好處是 你會覺得沒有那麼壓迫 你會覺得地好像很大 然後去哪裡都沒什麼人 在香港的話 是真的壓迫一些 不舒服的感覺 會比較多 如果沒有疫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 如果沒有30歲 就可以work a holiday 過來 住一年 或者有些人就用觀光籤 三個月來回出境一次 然後你有護照 就可以在這裡租到屋 機票那些 不像以前的 4-5千元才來到韓國 現在有廉航 千多元就可以來到韓國 比台灣便宜 我現在住的這間屋 就是市區 800呎 12000港幣 有天台有露台 比起在香港的話 生活成本是低很多的 其實有些什麼人 是適合移民來韓國呢 我覺得是獨立的人 要捱苦的人才可以適合移民 這件事 我回想起 其實我都經常被人說我獨立 雖然我從來都不說 但是 其實你很容易適應外國的文化 很容易適應一個地方 其實這件事 就算是獨立 來投資移民 或者你可以是 來做上班族 然後慢慢拿一個永居權 所以我說的範圍 可能會比較蓋過一點 移民來韓國的話 其實語言都不算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我留意到很多在外國 被派過來分社工作的外國人 其實他們帶了老婆子都過來 其實很多都是不懂韓文 他們都在韓文零基礎過來 看到他們的生活 其實都不會特別辛苦 因為你去餐廳 其實很多都有中文英文 日文都會有 交通地鐵 又是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住得比較沙卡冷的 其實都會有外語的 轉屋方面 會有英文的不動產中介 甚至有些地產都會懂中文的 至於娛樂方面 大家可以看MIRROR的影片 因為我是介紹韓國的所有東西 所以看我的影片就可以幫大家解換了 所以衣食住行 居家玩樂 全部搞定了 至於說 做什麼功耗呢 其實我覺得好看公眾的 如果你是說 你要過來做上班族的話 你就預料一定會很辛苦 因為韓國的上班族 大家都知道是有上班沒有下班的 又有這個會食的文化 我都沒有正式試過韓國的上班生活文化 如果是有錢投資的人 可能就自己找自己想做的生意 但如果你說沒有錢投資 那怎麼辦呢 但我覺得在韓國其實 會說餓死的 如果你是真的肯去做的話 我覺得尤其是現在 有網絡這件事 你在家裡也可以做事的 以前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是要拿地圖 要打開本書 對回這些位置去旅行 但現在到處都是WiFi 整個世界其實變得很方便 你只要一上網 你什麼都可以做到 其實有一個嫁來韓國的台灣女生 她開了一個Facebook page 是專門做一些台灣食物的 她每個月開團 因為嫁過來的台灣人 或者壞人都有很多 大家都會很懷念這些手藝功夫的味道 所以她每次這樣開團 都是超級好賣 其實這樣已經是一個生意 你只要你肯用腦 你只要你肯出力 你就會找到實 還有現在這麼多人做YouTube 其實剪接師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 其實只要你肯做剪接師的話 應該很多片都可以等你剪 我之前在不同時期 都有找過不同的剪接師 所以其實Worth I'm Home 這件事是可以的 那你說家人怎麼辦 我如果要來家人 我會很想念他們 以前的話 你可能要寫信 你去到吃幾多寫信給我 但現在你一到步 你打個卡 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去到哪裡 又有Skype 你是隨時隨地 都可以跟你家人 或者朋友去聯絡 真的不需要擔心 如果真的很想念 那就飛回去 所以那個機會成本是幾低下的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 我本身遇到夠錢過來 但好像在抹抹 我怕不夠花 怎麼辦呢 在這裡又不可以上班 不要緊 因為韓國是有超級多一些二手市場 其中有一個叫做Tandun Market 雖然它是一個二手市場 但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免費的 因為韓國扔垃圾是需要付錢 有很多人都不想付錢扔垃圾 所以就寧願放上網 看看有沒有人要 寧願不收錢 只要付一個車費或者配送費 那我就幫你送到你家 所以如果你是肯花時間去找的話 其實一定會找到一些免費的家具 或者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你都有機會在那個二手市場APP找到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你已經省省了不少 那你的流動資金就更加可以用得舒服一點了 那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我覺得其實很多人是因為 最近都覺得很抑壓 而想離開 就是去一個新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那個地方會是其次 而是只要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就應該立刻去做 離開其實是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的 我覺得只要學識了斷寫你就可以 譬如可能你本身在家裡 是有一堆無工仔的 那你就要扔掉它 或者你本身在家裡 是我儲了一堆郵票的 你選最喜歡的那十張 或者是你本身有很多想補的 全部去scan到這個雲端 那你就上網可以看到 你就不需要一本本這樣捧著 上當年我剛剛過來韓國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帶著10萬港幣 還有一個小行李箱 那個行李箱裡面 就是放了我幾個月替換的衣物 還有一些我覺得在韓國買不到的藥品 那最多人會擔心的 可能就是工作的問題 會擔心 如果我拿遲了出就完回來之後 找不到同樣的工作怎麼辦 我之前找了2萬 如果找不到2萬怎麼辦 但是我會覺得 未必是辭職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是個人的問題 你之後會擔心找不到相同的工作 會不會是代表其實 你的能力也都未好到 老闆要請你 如果這樣算 其實就算你不出走 總有一天 可能你都會給一個 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去代替你 你就會被炒油 都未頂的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就是他們出走完之後 他們再回來 是跳到一個更加好的位置 就是因為他們在出走的時候 他們在外國 賺到一個很好的外國經驗 而這個經驗 是他們拿到香港 或者拿到他們本身的工作的時候 是永遠都體驗不到的 就是沒有人可以保證 那個一定會是很好的經驗 一定是最完美的決定 但是你不體驗的話 其實你永遠就是那個框框 你永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 至少一定會令你的人生經驗 其實當初 大家都知道我是做過中文龍的 其實當時我拿錢 然後來韓國 我都是沒有想過後果的 我要體驗 體驗 不可以 我就回香港 其實我已經是做要回香港的打算 但都要想到韓國 博博 結果幸好我又成功做youtuber 做了一下 現在又做了老闆 但是因為我是一步一步一步走過來 所以才有現在的我 其實當初我上班的時候 我都有每個月大概兩萬元 其實兩萬元對一個二十頭的年輕人來說 是不少的錢 但如果我沒有放棄那兩萬元 我繼續上班的話 我現在我可能都是拿兩萬元 或者可能多一點 三萬 但是我完全不會做到我現在做的事 可能會有人這樣說 那我又不是做youtube 不像你這樣 無論youtube也好 或者其他工作也好 其實都需要努力 大家可能覺得拍youtube很容易 但是 如果我不知道 我不拿起相機在我拍片的時候 其實我都未必會有現在這個成績 是什麼工作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那個態度如何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有唐人街 97年之前的移民潮 唐人街都是廣東話 但是在韓國其實是沒有真正的唐人街 人村那個唐人街 其實一點都不唐人 如果真的大家過來韓國移民的時候 慢慢慢慢有一個小HKTown 其實感覺應該都會不錯 就是把所有香港人聚集起來 所以如果大家問我 推不推薦來韓國移民的話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永遠住在這裡 真的 但是我覺得 要決定移民之前 因為反正你都可以過來體驗生活 那何必 來不來一個輕移民呢 還有有些人可能是離開了香港之後 才發現香港的好 但可能有些人是來了一個新地方之後 就一去 回不了頭 就永遠在那個地方 都有機會 可以用一個這麼低成本的機會去試 輕移民何不 這樣做了先 好開心啊 剛剛和彤彤彤他們拍片 很久都沒有跟其他創作者一起拍攝 如果大家是我的舊觀眾的話 我是會跟很多不同各國的創作者拍片 但是我最近這兩三年真的少了很多 這次是彤彤找我先的 然後當初其實我都是既興奮又緊張的 因為我實在太久沒有跟其他人接觸 其實除了彤彤之外 Kritis和Jasper我都是不認識的 就是我有看過他們的片 但是就沒有聊過 通常你沒有做的事情 你做的都是會緊張 或者是怕生疏的 我剛剛開始也有這個感覺 我以前是會主動聯絡其他彤彤一起拍片 那些人來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兩年會變得比較孤僻 所以剛才一開心去拍攝的時候 整個以前的感覺就回來了 好熟悉 好開心 所以這次也要非常多謝彤彤邀請我 我期待她的影片 她的影片應該新年就會出的了 如果她出了影片之後 我IG也會和大家分享的 大家可以留意我IG 就可以看到我們究竟有多歡樂的了 我也覺得她這次的主題挺好玩 跟我們拍完影片之後 更加想快點出吧 很久沒去過馬來西亞 很久沒去過台灣 我還沒去過新加坡 好天門 好想快點去 但是兩位呢 剛才那個櫃呢 剛才打給我說明天會送到來 所以明天呢 我就有新櫃了 所以明天呢 我就可以重新再收拾到這間房 各位 這個Vlog呢 大家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下一個Vlog就會看到一個 又新的畫面的了 我有非常好看 但是我會在那裡 把這個畫面的也有很明顯 是一段個畫面 是一般的的畫面 所以我還給大家看 都會其實enthais 我會看他的畫面 在那裡 不可能 我的畫面